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好 上一部影片 才刚刚在想 到底另外的大奖 会不会是蓝神果吉大 结果龙珠英雄 官方网站上就放出了 这一张图啦 大家可以看得到 很清晰 哈子在中心位 右边的那两位 限界突破 超市悟空 和超市 Begita 怎么说 我们的超市 Begita 限界突破 好像突然又有希望的感觉啦 哈哈 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Begita 又活回来了吗 好像过山车这样子 在看身放送的时候 哈子 啊干 Begito没有了 然后 兴奋一下蓝神果吉大 然后再晚一点 官方出这张图 Begito好像又活回来了 目前这张图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 就是有 市民结设嘛 哈子 超市悟空 超市 还有一个是 它好像叫做 LAPLUS 还是什么 什么名字 水经你还这样子的 按照情报大佬给的 那个提示 它是说 官方这边好像是有提到是说 它是一张免费卡来的 所以我不确定啦 不过这个是看情报大佬那边写到的 然后 这么样子我们计算下来的话 免费卡我们就排除在卡吉之外啦 就算是把它当作是卡吉内容物也好啦 我们这张图上面也就只有 4名角色 再加上4张都看觉醒的角色 刚才那部影片有介绍到的 超市乌范 超市巴达克 十字界王神 被洗脑的 还有 ロベル 那个秘书 这4张都看觉醒的角色 加起来总共才8张罢了 还缺了2个空位 所以我其实我个人是有一点点的在想啦 会不会果吉大跟北基豆都一起上来啊 这个的话其实是蛮夸张的啦 如果真的是北基豆跟果吉大一起上在卡吉内的话 这一个龙族英雄的卡吉的那一个 成分会非常高啊 吸引人抽卡的那一个成分 那一个冲动 会无限度的拉高啦 嘛嘛嘛 不过这边就这样子看过去啦 那个限界突破的超市悟空跟超市北基大讲真的 就当凭他们两位应该已经够吸引力了吧 超级无敌的帅呢 帅到炸 不过就他们的这个动作来说的话啦 是限界突破超市古吉大的那一个卡面的图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卡 这个是龙族英雄那边的卡面 已经有大佬把他们给对比整理出来了 上面的姿势是北基豆 下面的姿势是果吉大 然后在官方给出的这个图里面是下面的那两张图 悟空是张开的手往前冲 然后北基大也是往前冲 因为上面的那个北基多是直立式的嘛 如果我们从卡面这样来看的话 就可以发现那个区别了 只不过上面的那个超市悟空跟超市北基大啦 好像不是限界突破的 所以就不太好来做做猜测啦 可是下面的卡面跟官方这边放出来的是一模一样 说不定去年啦 因为去年有猜想到的一张就是那一个狗吉大嘛 是没有出来 因为出到了那个红神大特 因为那时候攀降出来的关系 所以就有猜 那一个时期的狗吉大会不会出来 就是这个GIF的那一个狗吉大 超级无敌的帅 我个人是还蛮想要的啊 如果真的是有的话 我真的是很想要 糟糕耶 老实说不管是齁 应该说就算蓝神狗吉大没有出 这个卡机 这次龙族英雄的卡机的吸引力 对我来说还是很高呢 呀呗 根本就不让人存龙石啊官方 完全就是龙石毁灭计划 龙石榨干计划 官方的龙石灵计划 他跟Zamas合作了吧 然后他这个系列 他的这个篇章这边还有一个带眼罩的Zamas 也不确定会不会出在这个卡机内 糟糕耶 官方放的情报越多了 我觉得龙石越难存了 吸引人的那个幅度越来越高 真的是蛮蛮影响的 对我个人来影响的 因为我只是个超超超级的威克玩家 就刻个夜卡跟刻一些小龙石 所以真的是蛮痛苦啊最近 刚刚剧场版联动 剧场版联动的Gamma 1.5 Gamma 2.5 这个卡机已经让人很冲动 想要继续丢龙石了 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龙族英雄联动 哇这边一处处来 超是悟空超是Begita 哇 哇真的是压背 哇妈妈 我说到了现在这样子的情报推出了 大家觉得会是超是Gogita还是超是Begita 又或者男神Gogita也会掺一脚上来 大家对于这个龙族英雄的联动卡机 现在是抱着怎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的龙石应该是不薄吧 呵呵呵 哇妈妈妈妈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至于这个 嗯 比较没有什么存在感 在我眼中比较没有存在感的这个水晶女孩 也不知道他到底会真的是免费卡还是十抽卡 我是希望他是作为免费卡登场就好了啦 嗯 毕竟就 少掉多一张卡 我们就能录 我们的卡机就能录多一些 比较可能 比较吸引人的卡啦 呵呵 哇 今年度的龙族英雄 真的是会要让人抽非常多就是啦 官方 妈妈妈 这边我们就这么个看下去就好啦 就到时候 下个月啦 下个月尾 刚才有说到啦 11月20号左右 22号左右 哎是22号吗 因为卡机是2526左右 所以应该会提前个四五天左右 可能就开始 开始宣传联动吧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一般都是这样子 可能就是跟我们平常一样 超级战易告 然后各天放必杀动画再加上 正式的能力 然后停一天 然后正式的卡机推出 如果按照这个流程的话 26号推出 那么大概23号 易告 24号能力跟必杀动画 25号停一天 26号卡机推出啦 嗯 如果没有错的话 OK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感受一下啦 被 被龙石给 扣 扣 那个叫什么啦 Itami wa Kanjiro 龙石清零计划 官方的龙石清零计划 后续还有乌半 跟Orangy Piccolo要推出 简直就是 亚伯 而且我很怀疑 圣龙季可能会上乌半 骂骂嘛 算啦 不管怎么样就 该抽的还是得抽啦 只不过就是 龙石的分配 又更加困难一些些吧 好啦 好啦 那就大家 一起烦恼吧 哈哈哈 反正是 一起陪我烦恼 不是我一个人的烦恼 大课长除外 欸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AMATANI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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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